! 欢迎光临 疯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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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大家好我我是主持人加油 我主持人轩轩轩轩 嘿 来看一下投资必修可 投资必修可 来喔 吶吶吶吶 来了 对 Starlink 激轨到卫星 反而毁了5G电信电邪 真的假的啦 馬斯克來 我們請下一個馬斯克 好 沒有沒有 馬克 好 那我們首先 馬克 來 好 我們首先先請三位分析師 沒錯 來 第一位分析師 林玉凱分析師 凱哥好 董哥好 大家好 第二位 來 謝陳彥分析師 你剛才不是說下一個馬斯克嗎 對啊 就是要介紹我嗎 OK 再介紹我 好啦 可是他剛才講下一個馬斯克 他是看著我耶 不用想了 他先跟你講 夢裡什麼都有 好乖好乖 人生有夢 那個最美啦 好不好 第三位 今天解釋馬斯克的馬克 來 陳俊妍分析師 哈囉 大家好 跟大家講好不好 所以請俊妍先來告訴我們 那我們請俊妍哥來 告訴大家 對 STARLING 星鏈計畫 低軌道衛星 為什麼會反而毀了5G呢 星鏈計畫是什麼啦 很多人想知道 是 把衛星好像打上去是不是 老師要告訴我們 來 您說 好 那其實這個低軌道衛星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標題 我覺得太過於聰動了啦 那其實就是說 低軌道衛星在明年登台 那應該是會先跟中華電信 跟電信業者做合作啦 對 所以你說毀了5G業者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 形容詞來講太過於偏激了 反而應該說 他們要先競爭之前 應該要先合作 先合作 對 先合作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整個台灣 現在5G的覆蓋率其實還蠻高的 對 你很少會在什麼地方 然後沒有訊號 那我相信就是說 STARLING 來講的話 STARLING 來講的話 整個一個概念 它就是一個 網 衛星網路的概念 那其實這一邊來講的話 簡單來說 用衛星來當作網路 對對對 然後就是說以 以我們整個手機的訊號 或過往在網路傳輸的訊號來講的話 過往是高軌衛星 那那個傳輸的速度來講的話 都是會延遲的 對 那低軌衛星進來來講的話 當然它第一個傳輸的速度 會比較快一點 涵蓋的範圍也限制會比較少一點 是低軌道衛星 為什麼是涵蓋範圍比較強 高軌道衛星為什麼涵蓋範圍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高軌道衛星來講的話 它距離地球的那一個 比較高 比較高 那所以那個放射下來講的話 那個訊號的普及率比較高一點 那涵蓋範圍就比較大 那低軌道衛星來講的話 距離地球比較低 但是就是說它傳輸的訊號 會比較有效率 但相對涵蓋範圍來講的話 就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懂了 雖然是任何地區啦 可是問題是 因為它 它延遲些比較短 因為它比較近嘛 可是缺點就是你要發送很多個 發送很多個低軌衛星 它必須要低軌的衛星的訊號 要非常的密集 因為高軌道是很高 可是你可以 可以訊號很弱 因為很遠 然後低軌道是反而比較低 然後你要發射比較多 對 所以相對 你說那個 低軌道衛星進來 台灣來講就馬上取代 或者是讓那個傳統電信業者 好像回了他們 好像就太難了 因為 第一個它成本包含的就是說 給予在消費端這一邊的費用 就相對比較高 你說你短期來講要去取代 真的蠻難的 畢竟我們在一般的 那個手機的月租費 因為月租費來講的話 現在大家很習慣就是 一個月付不到1000塊 可是你如果低軌道衛星的訊號 進來來講 你一個月要付的錢 可能就不是現在大家所習慣的費用了 現在來講的話 待會跟大家來談 這個一個月來講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3000塊 一個月你要付3000塊的月租費 現在我相信很多的投資朋友 或者是我們之間來講的話 都不一定能夠馬上接收 那什麼注意 更何況 就是說 我們只能去談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高端消費族群這一邊 如果則則你 我們一起去那個北極去看激光 就需要 以我們去北極看激光來講 也許就是說一般的手機訊號 或者是你沒有辦法 立即的做一個照片上面的傳輸 因為那邊收訊率比較弱一點 因為那邊沒有基地台嘛 對 那如果低軌衛星的話就不一樣了 好 那來 你要有人要Cue 他說覺得3000塊有點貴對不對 在海上沒有訊號的時候 你就知道3000塊 根本一點都不貴 像我們現在開遊艇出去的時候 有時候 你要馬上上船打開一下 他那個船面是用Mega來算的 這幾GP來算的 開遊艇出去對不對 在海上巡航的時候 才會沒有訊號 對啊 你感覺有在跑船過 你沒看我現在曬得這麼黑 反正是航二代 不是跑船 是開遊艇 是開遊艇喔 為什麼變跑船 你是不然在開遊艇 乾脆說我去捕魚 沒錯啊 開遊艇去捕魚啊 為什麼要過這麼慘呢 航二代開遊艇 為什麼變捕魚 對不對 越黑風高還沒回來 人家遊艇都是找人家開的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其實 商機還是很大 因為你這種遊艇的這種需求 你的網路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要看你怎麼比較 所以難怪說 船跟司機 跟卡車 這邊會優先的採用對不對 好 其實剛才所聊到就變得很非常明顯的 就是說他可能對於高端消費族群 會比較吸引力一點 因為不是一般人都可以開遊艇 然後看著遊艇 馬上在遊艇上面 要傳輸一些訊息 傳輸一些資料影片 從那個長龍從20塊要報到200塊 從200塊又快要報回100塊 沒有啦 所以這個第一軌道衛星來講的話 主要啦 他第一個普及率的速度 真的是要拉的蠻長的 所以一開始電信業者 反而應該是跟他做一個合作 那合作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補足他那個訊號的死角 應該是從這個角度下去看 補足信號死角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第一軌道衛星登台 最重要的第一個部分 是跟電信業者的合作 因為畢竟現在 我們的社會利用網路電話的 那個普及率已經非常非常高了 對啊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式化了吧 家裡有專式化的舉手 還是有喔 有喔 還是有 如果搬個新家也會專式化嗎 也會啊 也會喔 真的喔 我是沒有啦 對啊 我本來已經好幾年沒在用式化了 對啊 我已經沒在用式化了 肉也是沒有在用式化了對不對 沒有 因為長班家 喔 什麼 長班家 長班家 對 喔 OK 所以就沒在用式化了啦 長班家沒關係 可是有些人還會用式化 所以等於五個人裡面 一半已經超過了 都沒在用式化了嘛 對不對 現在已經都沒用式化了 那當然這個重點 前面兩個重點來講的話 這個網路電話的比重大幅拉高 跟那個 Starlink來講 這邊沒有涵蓋範圍的限制來講的話 最重要的 就簡單一句話的概念 就是說那個低軌道衛星的訊號 可以補足5G的那個死角 其實就只有這樣而已 那一般來講的話 還是一樣這個部分是切入的 應該會對於高端消費族群會比較有吸引力 那當然電信業者 台灣的電信業者跟那個 Starlink這邊來做合作來講的話 那用的是什麼 提升用戶的黏著度 比如說我去登雪山 比如說中華電信裡面有 遠傳反而 只有遠傳沒有距離 反而遠傳反而沒有 我覺得說那其實我還不如換一家電信業者 就喜歡登山的人 我覺得說山上可能 有一些有配合Starlink 有配合星鏈計畫的 可能的電信業者會比較好 搜尋比較好 那另外一個應該就是 就是商用人士的部分 比如說大企業家來講的話 他去登山 陽明山 或者是那個 那個喜馬拉雅山 或者是去北極看極光的時候 3000塊對他來說不貴啦 對 比他而言來講那個就不貴了 對他來說只要不要斷虛光就好 你這樣講沒錯 對 好 好 那當然這個圖來講的話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說低軌道衛星 跟電信業者之間的差別 他這一面來講的話 就是說一般的傳統電信業者 就是他有5G的基地台 那低軌道衛星來講 就是直接把訊號打上去 在那個 距離地球最近的那個人造衛星來講的話 然後 再把訊號快速的打進來 那那個最重要的是 他那個衛星接收器 會變成是眼前這一邊來講 我們台場一有在聊 就是說受惠比較大一點的部分 老師這邊我們不太懂耶 這個是低軌道衛星打到這邊來 打到衛星接收器 那衛星接收器要不要傳到手機來 對 我們其實來講就簡單來說 我們一般在那個訊號傳輸是怎麼樣 我這一邊的影像傳送去打到那個衛星 然後再從衛星上面打下來 這個來講的話有一個距離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 看他那個傳輸來講 那個效率的問題 老師這邊傳向是怎樣 就是這邊好像這邊可以打到 衛星嘛對不對 然後衛星再打到手機是不是 對對對 現在5G呢很簡單嘛對不對 就是他透過那個基地台這一邊傳送訊號給手機這樣子 對 那關鍵就是在就是說 基地台來講的話 他有那種障碧率的問題 他如果說一般山上 或者是那種比較偏遠的地方 喜馬拉雅山那個地方 或是北極看極光的時候 你就完完全全無法在 當下的時候 你不肯建個基地台嘛 你不肯建個基地台嘛 對對對 好 那這衛星這座機就可以範圍比較遠一點 或怎麼樣 對對對 不會受到這樣的限制 好 來 順便來看下一個 所以這些是低軌道衛星的一個方式不太一樣 範圍不太一樣 呈現方式不太一樣 那老師你會給我這些股票來跟大家推薦是不是 好那我這邊來講跟大家聊到 就是低軌道衛星的一些的個股來講 我倒是不會說 我跟他談就是說 這個是受惠股 或者是一定是一個 主要的指標股 我反而是會去看就是說 在低軌道衛星這個供應鏈 登台之前來講的話 他有一個畫夢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你覺得他是 這個夢而已 他不是真正的 因為你登台之後 你沒有辦法說馬上的普及率拉高 好我懂你 所以有夢最美希望像誰 所以你並不會那種完完全全就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說受益部分可能不大 可是可能會有一個題材好不好 對那個題材必須他登錄之前 你就必須要去注意 好那我們看一下 好那對於股票來講的話 這一檔台陽 台陽來講的話 我反而會跟大家來談 對於台陽比較有趣的是 這一檔股票在上半年度 其實他公司是並沒有賺太多錢 反而是虧損的 那你從他的那個 前面 7月份來講 一段的創新高的漲股來講 反而是低軌道衛星 對他來講是一個轉機 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整個從8月份 行情回跌之後 外資的持股比重是 完完全全一路再往上拉高這一邊 是 所以反而是台陽的部分來講 在低軌道衛星的這個族群 反而是整個是 他是一個轉機的題材 並非就是說 他在這個題材發酵 或是登錄之後 他整個會對於 那業績爆發成長 所以你在操作這些股票來講 關西老師我動你意思 你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現在還沒有受惠 不過他現在漲就漲那個題材 對 EPS這邊表現 所以低軌道衛星這個題材的個股 我會比較去跟大家去聊的是 已經有講 再看下一個 再看這邊 同心電呢 好那同心電的部分 這一檔股票是最有趣的 因為同心電在這個籌碼面來講 最近因為他是低軌道衛星的題材來講 然後我反而覺得 對於他的部分沒有太大的 那個 就是他的股價不是因為低軌道衛星 然後大大力有個成長爆發 反而我會去聊到說 這一檔股票是 整個投信在大砍他 因為8月份上個禮拜的回跌 禮拜二跟禮拜上的回跌 讓大家印象深刻 可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反而外資在 這個上個禮拜來講 投信在砍他的時候 他一直在拉高他的持股 所以我反而你去聊到 低軌道衛星的相關的 概念股來講 我覺得同心電來講 也許在整個第四季的行情 你可以去從外資的籌碼部分 去看一個就是說 有沒有一段的表現 好 那就是籌碼面 你覺得不錯 你提醒你這股票的原因 最好是籌碼面 對 那最重要的是 低軌道衛星來講的話 這個題材 他是一個 在登錄之前有一個 做夢的題材 好 來 繼續講 起機來 好 起機來講的話 這一檔股票 我們剛剛就有聊到 這雖然就是市場上 談他那個Starlink的計畫 談了5G的部件 Wi-Fi 6的升級 車室的需求復甦 那說低軌道衛星登錄之後 登台之後來講的話 他明年的營收成長 可以達12% 可是就是說 在這一檔股票 整個線型是比較傾向於整理的 那甚至就一直在整個第三季 整個外資的持股比重 並沒有特別的去拉高 相對前面兩檔 所以因為前面來講的話 台洋還有那一種 受惠的概念 台洋還有一個轉機的概念 那同性電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發現 就是說 相對於 投信的大坎 那個外資是拉高持股比重 可是這一檔來講 現在還沒有看到外資的 持股比重做推升 不過這一個 在登台之前來講的話 第四季行情 我們可以去鎖定 就是說整個在外資的 持股比重是不是拉高 老是 那好我知道 所以你除重的是 他你覺得基本面還沒有那麼好 可是那你有沒有比較推薦的基本面 因為既然你這三檔 都有沒有覺得特別 基本面比較好的 我覺得是 反而是同性電的部分 因為那一個整個 籌碼面包含了技術面 那再包含的是同性電 本身是那個 封測族群的指標股 所以我覺得 老是那你有沒有比較好 你有沒有比較 Stardink的真正概念股 老是聽說你也有做研究 航二代 一定要叫你航二代 你才理我對不對 航二代 對 要不然不知道是在叫我 對不對 你剛才說什麼 馬斯克 我以為是我 結果是玉凱 其實Stardink概念股 大部分都跟網通有關 其實台灣很多都有切入到 這個環節 其實我也蠻認同同性電的 因為他感測的部分 那因為最近剛好 受到好像砍單的影響 股價大跌 後來發現是烏龍一場 對啊 你說豪威馬 跟三個單有講 對對對 他其實跟同性電做相關的 對不對 相同的 他覺得這環節好像不行了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砍單 對不對 所以同性電反而有一個題材 玉凱呢 第三代 我會選這個 第三代說錯 什麼第三代 喂這個Stardink說錯 好 我會選這個台陽 因為其實就相對走勢來講 台陽還是比較強 然後再加上說 這邊透露一個小命名 台陽在這個 現在是9月份 9月份的營收 應該會有一個爆炸性的成長 可是上半年這樣虧錢 對啊 百分之成長空間大 60幾塊 對 新電計畫 是上外太空的 本來去去 股價也上外太空 股價也上外太空 誰管你賺錢賠錢 這種就是未來的概念 懂的意思好不好 你如果要看基本面 你怎麼創氣 好 對不對 沒問題好不好 所以你極力推薦 對是不是 台陽OK啊 OK是不是 當然你有時候比較 你要我選 我一定要說我選 就是同心電 對 我覺得台陽基本面 分音比略高 每個看法不同 謝謝你告訴我們 Starlink的一個計畫 讓圖表很清楚 告訴你 這個Starlink跟 傳統網路的衛星服務 不是GD台 是傳統網路衛星服務的 差別在哪邊 好不好 所以你有時候 沒關係老師 那個要舉手 先講完 有時候你有什麼 在船上 其實或在飛機上 就是傳統網路的衛星服務 特別貴 非常貴 好不好 跟三隊比較起來 Starlink比較便宜 來 您說 其實我補充一個點 為什麼星鏈計畫 這麼重要 因為剛才好像 我們都只圍繞在說 費用的問題 覆蓋的問題 那未來自駕車 會非常的風行 包括我們所謂的 無人駕駛的計程車 它不能斷網 它要時時刻刻 隨時隨地能夠聯網 你今天一個無人計程車 載我到陽明山 突然之間它不動了 為什麼 它告訴你沒有網路 不好意思 而且延遲比較慢 對 出車禍了 等一下慢了0.01秒 剛好出車禍 對 然後你說你今天到山上 沒有網路 然後車子到那邊就停了 然後他就說對不起 沒有網路 那怎麼辦 所以說 其實星鏈計畫最重要的是 它要全覆蓋 去彌補5G所覆蓋不到的 而且5G的距離比較短 對 重點其實就是 未來這個就是為了自駕車 完全自駕車 答案出來了 馬斯克布這麼大局 是布一布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盤勢 騎勢對不對 對 要有健全的運用系統 布了一個非常大的局 是不是 對 沒錯 因為它是一個自駕車 自駕車以外 它在發展的Starlink 對 告訴你這些東西 所以缺一不可 所以你是下一代的馬克 那我算你馬克杯好了 對對對 其實我小名是馬克杯 馬克阿伯 真的嗎 對 很冷 很冷 所以馬斯克來了 Starlink 第一個回到衛星 反而回了5G電信電車 今天節目真的很精彩喔 好不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學到新知識 也是每天在看 每天學新的知識 好不好 每週一三晚 今天八點有正面上線 那今天特別單元是 一二三四五的那個 特別單元 好不好 這是特別單元 都是中午之前 會跟它上線的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最後還是口號 謝謝光臨 公款股市福利者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哎呀 十二點了 我要趕快回家了 千度柔拉 你要去哪裡 等一下 你那些 他沒有輸 他最後沒有輸 他是倒跑的 他落跑 他輸了 他沒有輸 大哥剩下了 大哥沒有輸 大哥沒有輸 真的 真的有這麼醜嗎 哎呀呀呀呀 來 哇 歡迎 大股東主要跳床 要跳床 賣服 為了中午我可以走 侮辱行令 就不行 上個星期好像有一個 紫層永和金層五的分級 對 之前 從未到晚間發 managing 那時發 約 謝謝光臨 瘋狂古四股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台風FreeFreeFree